Hello,大家好,我是默克生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SUV 在昨天的视频里,我讲了轿车是如何进行自驾游的 那么比轿车更适合自驾的就是SUV 这也是一个主流 SUV它的通过性越野性也非常好 而且它的空间更大 并且现在很多SUV它的后排座椅可以全部平放倒 这样就大大的简化了布置床车的难度 使床车自驾更加容易舒适 而且我们大家都知道SUV的通过性越野性 比绝大多数车辆都有优势 而大部分SUV都有车顶行李架 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选择安装车顶帐篷 车顶帐篷的安装简单方便 而且目前的售价也比较理性 三千多块钱就可以买下 车顶帐篷的收纳是比较方便的 打开以后空间也比较大 睡两个成年人一点问题都没有 据车油反应整体质量还有防风性都非常不错 而SUV在户外的驾驶感受也已经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 目前的舒适程度和轿车基本上差不多 现在的SUV有两种一种是五座的一种是七座的 还有全电的和混电的那个就比较贵了 后排的空间也比较大 我们这一款是五座的七座的空间更大一些 但在合理化安排上各有长短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目前正常状态下的后备箱 如果我们把后排座椅全部放倒就是这种状态 整个后排座椅和后尾箱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平面 大家可以看到啊这是非常的平了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补充单人床或者是双人床 如果是选择补充双人床的话 在网上有很多这样的垫子 既整洁又美观 用完以后我们可以选择把它收起来 也可以卷成一个卷放在这个后备箱里 把后靠背抬起在行车状态下不违反交规 要睡觉休息时可以迅速的再展开 这样就形成了一张半固定的床 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铺一张单人床 只不过这种单人床看似简单的装备 其实价格有点小贵 但是这样的单人床可以为我们节约出许多宝贵的空间 而这部分空间可以放一些我们床车自驾游必备的一些电器 如果我们的床在右侧 那么左侧这片区域 我们可以把左靠背打起来 在靠背的后面放我们的车载冰箱 包括我们的蚊杖空调都可以放在这里 当然只要我们有了这样平整的后背空间 你可以进行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吧 还有前排副驾驶 和后排脚下这些空间 我们的日常用水 锅碗瓢盆 发电机 离电池 都有足够的空间安排下 另外在后尾箱 其实还隐藏到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可以放一些我们的衣物啊 被褥啊 等等这些易变形的东西 有些车友会把这个后背胎取掉 但我个人不建议这样做 我们不能一味的追求空间 而牺牲了安全 我们可以在车顶行李架装一个行李箱 并且是这种带200瓦太阳能的行李箱 每天可以发一度电 还拓展了储物空间 大家通过这个SUV可以看到啊 SUV可能将来是一个主流 因为它的配置还比较好 前中后全都有点口 主要是呢通过这种布置啊 很多居家要素 它全部能放得下 那么好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再见